大家好 我们在冷冬养护兰花 如果这两件事太勤快做的话 那么这个兰花就很容易烂根又烂叶 而且呢 长出来的花芽很快就会消掉 那么这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浇水 因为进入到冷冬之后 兰花的吸收水分能力变弱 同时天气太冷 盆内的水分蒸发的比较快 那么我们太勤快浇水 这个水呢 就会囤积在这个植料里面 温度太低了 就会把这些根系冻烂 所以说呢 一定要懒浇水 第二个就是要懒施肥 如果说我们的兰花没有开花的话 那么我们基本是不需要给它施肥 在冬季这段时间 等到开春了 我们再给它施肥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的兰花正主义长花芽的阶段 只需要大概十天左右 给它使用一次零售金钾就可以了 对水一比一千二的比例 给它浇灌这个植料 不要给它用了太多肥料 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些植料的干湿度 来给它补肥 也不要固定多少天 给它使用一次 除了这两个动作呢 再补充一点 就是懒一点给它喷水 因为天气太冷 这个时候给它喷水的话 叶片很容易受到冻汗 尤其是这个温度在五度以下的时候 好了 这一期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因为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